哼哼 小子 你是胡青龙的什么人 一个人在这里叹气 我叹气 是因为我身上 中了玄冥神掌 不久就要跟胡先生 玄冥神掌 这世上果然有这功夫 是谁上了你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 汝原王府的人 我中了他的 玄冥神掌之后 我特地来找胡先生 要他帮我医治的 可是 他说我不是明教中人 不肯帮我治理 现在 现在他死了 我的病没人治了 我真是越想越伤心 英俊文秀 讨人喜欢 可惜呀 中了这不治之毒 孩子 你的父母是谁 我爹叫张翠山 是武当派弟子 姑娘是 什么 你是武侠张翠山的孩子 我明白了 用玄冥神掌伤你的人 一定是要逼问 金毛狮王谢迅和屠龙刀的下落 金毛狮王和张翠山是拜把兄弟 你一定知道他人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 乖孩子 你只要告诉我谢迅所在 我金花伯伯一定医好你的寒毒不说 还要教你一身天下绝顶的功夫 怎么样 我爹娘不要性命 也不肯把我义父的行踪告诉其他人 你认为我是背叛义父 背叛我爹娘的人吗 还挺硬的 看来 我怎么对你说 你都不会告诉我谢迅的行踪了 对不对 也知道就好 好 有骨气 那我就带你到东海灵蛇岛 慢慢地折磨你 看你这小小的年纪 还能熬多久 走 我不去 走 我不跟你去 跟我走 金花婆婆 请不要为难小孩子 你怎么还没死 我金花婆婆的事 要你在这儿剁嘴剁舌吗 走过来 让我看看 你怎么还能活到今天 过来呀 小福 怎么如此不争气啊 阿丽 师父 你怎么到今天还没死啊 这位婆婆 我让你过去给她瞧瞧 你就过去给她瞧瞧 别丢了我们峨眉的脸 过去啊 是 不必了 我跟你们峨眉派无冤无仇 今天懒得跟你们扯了 你不想扯 我倒要扯 金花婆婆 你不在你的灵蛇岛上纳服 却跑到中原来生事 还假冒我峨眉派救难暗计 这笔账应不应该算呢 要跟老山算账的门派 多如牛毛 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 好狂啊 好 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珊瑚金馆 有没有你的语气 有没有你的语气硬狂 当年郭湘创立峨眉一派 名动天下 如今传到徒子徒孙的手里 我倒要看看 还有几成功力 就算只剩下一成 我也不敢犹辱失明 好 我手都麻了 你放开我吧 我不放 放开我吧 我就是不放 看你把我怎么样 你手中拿的 可是天下第一宝剑 一天剑 算你识货 果然是好剑 好 今天我认输了 阿里 走 师父 师父 这个老太婆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居然敢跟您老人家较量 自讨苦吃 师父 师父 没事 没事 我虽然仗着一天剑 削断了金花婆婆的拐杖 可是她的魅力 让我气血翻腾 小福 你 疼 留在石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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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小徽师妹敢违抗使命 你徒儿看来 全是为了那个小杂种 去除掉那个小孽种 省得留下祸根 是 是 追 好 走 走 没用的东西 连个孩子都找不到 师父 我想那孩子 可能逃出国外了 不管是不是可能 这个孽主绝不能混 出国找 是 金姑姑 娘 娘 你怎么躺在地上 快起来呀 金姑姑 金姑姑 娘 无稽哥哥 娘不理我 金姑姑 娘 金姑姑 娘 不悔 是 娘 你脸上都是血 我来帮你擦擦吧 不用了 不回 娘要走了 以后 你一个人在世上 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要 好 金姑姑 不要记恨任何人 娘 你去哪儿 我也要跟着走 吴槿 金姑姑 我求你一件事 嗯 你带着 这铁面链链链 带着 不儿 到昆仑山 坐望风 找他爹养肖 娘 不儿 哪儿也不去 不 你听话 要不娘会生气的 金姑姑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 不回妹妹送去的 我 替我抓到昆仑山 说我不回 我永不 后悔 娘 金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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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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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坐吧 拿水 喝水吧 谢谢 吃饼 我陪你吧 我自己找 等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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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看到那边 那边有一个 没什么东西啊 你别吓我了 咱马上到作望峰了 赶快上去吧 走 你别吓我了 好可怕 你又在吓我了 可是 是真的 赶快去找你爹吧 好可可的小娃儿啊 你 你 你身是鬼啊 我是人 你不是鬼 我是西学 啊 啊 快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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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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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欠你一份情 只要你有要求 凭着田延令 为杨肖赴唐导火 在所不辞 我活不了多久了 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用 不会 妹妹 我走了 你要听话 你要听杨伯伯的话 杨伯伯 我走了 武器哥哥 武器哥 你还找得了 阿姨 你要干什么 总算等到你了 我保险你滚打 臭小子 你的血怎么那么硬寒 我身上中了玄秘神掌 你是什么 玄秘神掌 我 我从前 练功作火入魔 必须每天吸一次人血 不然我就会浑身发冷冻死 现在我吸了中了玄秘神掌人的血 寒上加寒冷上加冷 哎呀 寒死我了 冻死我了 我死定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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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忌 娘 娘 无忌 娘 娘 不要闯 娘 溃 我没死 我没死 我知道昏迷了几天了 啊 我最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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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见面 两人积极心动 今往中看不一样的天空 我张无极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有什么后福啊 我都快死了 我愿意 在他手掌之中 我最春风 我最春风 任了春风 把我弄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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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得心 或是往往不安 我愿意 在他手掌之中 找了 好 谢谢 谢谢 不要怪我大意 我会遇天吐露 但愿今已交融 让我有事有终 不要怪我大意 我会遇天吐露 但愿今已交融 让我有事有终 让我有事有终 好 遇天吐露 你 amidst太大的 爱 動哑 是她心或是亡亡互 我愿意在她手掌之中 不要怪我大地 我会一天突入 但愿见你交融 让我有事有做 不要怪我大地 我会一天突入 但愿见你交融 让我有事有做 让我有事有做 从这在这个无名湖 出也出不去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寒毒发作 闲着也是闲着 把爹娘还有一副脚的武功 复习一遍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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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venture off 不要怪我大义 我会亦天奴隆 但愿今一家无荣 让我有事有终 不要怪我大义 我会亦天奴隆 但愿今一家无荣 让我有事有终 不要怪我大义 我会亦天奴隆 但愿今夜交融 让我有事有种 让我有事有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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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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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阳王爷为平叛援乱贼 可招聘四方五市 诸位全是各地一流好手 为选材为用 必须通过比武方可入墓 赵敏郡主即招募艳考官 凡能过关者即纳为王府武士 三招为限 只准守不准弓 凡能接我三招者 极为过关 驰骗 也是 不准弓 已经给他 六�u 武皇者抬走 其落吊者四银百两 各自回去 借郡主三招 而能站立起来的 上前来 二位报上名号 铁掌无情 欲吃风 原来是个哑巴 苦头驼 来自西域花四季博国 明明你的武功日益精进了 这都是父王尽心栽培女儿的结果 你这张小嘴啊 王爷 请二人通过 兵在京不在多 奉执重拥 是 你二人听着 自今日起 你们将一身绝学传授与郡主 不准仓私 遵御盟义旨 有 drugs 不 Deus 有直接寒毒发作的时间 越来越断了 不可 不可 Dark 直接寒毒发作的时间 怎么了 怎么还不睡觉啊 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 你去哪里啊 这是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人密着 怎么缘后的事 师父 好臭啊 死了 死了好久了 这里有缝过的痕迹 怎么会这样 里面是不是有东西 原来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 原来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 作词 旧阳神经 师父 无忌的孩子 难道真的没有救了吗 你以为师的功力 只能救他一时 要想完全断根权 除非 除非我师父绝远大师附生 把全部九阳真经传授 以阳之音 师公曾经说过 玄冥寒毒 要用九阳神功来驱逐 九阳真经 怎么会在白人的肚子里呢 不管他 反正斜着也没事 练练看 没准还有鱿毛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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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湿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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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库大师 你是在传我功夫 又不找心思手软的 来 这找兵符厌诈 得罪了 郡主啊 真是个练武的奇才 一点即通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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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回事啊 好像还不对 四本真经我已经裂了三本了 还剩下最后一本 主唱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我还不知道 怎么运用这只阳神功 最起码每天照金书链啊 至少可以把我身上的寒毒驱光了 好厉害的九阳神功啊 好 再来 怪了 我的九阳神功练成了没有啊 管它呢 只要不没事发冷就行了 喂 也算替我庆祝是吧 对了 我在这里这么久 也没见过苹果 你在哪儿找到的 哈 哈 啊 跑这么快去哪里 有水果 是 是果然 这有人种 我可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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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这本金书 说起来也是极大的机缘 不知道千百年以后 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 再得到这本金书呢 我可以出去了 快 他 嗯 他 这什么地方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快来了 来了 大哥 师哥 杀了他 以免他盗出了我们的事情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卫比 怎么了 好像是个什么厉害的暗器 将我的剑打落了 何方人士 请出来现身 根本就没有人哪 这次这个丑丫头搞的鬼 留着你干什么 把你杀了算了 师父 爹 师父 别说话很算 敌暗无明 我们还是走为上策 走 展盘师兄 能无声无息击到五位 绝非泛泛之为 对 对方既然无意为难我们 又何必自草来去 走 姑娘 大难不死啊 也不知道是谁帮了我 不过也没关系 能活命就恶命脱火了 你真的杀了朱九珍 我说没有 你信吗 我信 是五清衣 五清衣着肩在床 错手杀了朱九珍 原理报应 你怎么那么多感触啊 你跟朱九珍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里不能久留 我怕他们会去而复返 我们先离开吧 师姐 快看 是她 就是她杀害了两位师姐 去找她 滚开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别挡怒 滚 我已经累得跟狗一样了 满肚子的火 竟然还叫我滚 师姐她走远了 滚开 哎 有两下子 难怪这么猖狂 哟 哟 还出家伙了 哎哎哎哎 我不跟你打了 你不是要我滚吗 我现在就滚了 放你识相 芝蓉 我们走 芝蓉 她会是汗水相遇的周芝蓉 芝蓉 还不走 你干嘛打我 你看人家姑娘漂亮 眼睛都直了 你不怕眼珠子掉出来啊 你 别忘了 你可是答应了要娶我的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 不准看别的姑娘 喂 阿牛哥 昨晚峨眉派不是轮班首页的吗 竟然会不知道有人混了进来 再说了 灭绝师太何等神功啊 哪怕风吹草动花费叶落的 怎么突然之间多累的人啊 鬼 你是什么人 在弄什么鬼 不要像我图案 轻易扶我我一笑 你认识他 嗯 我小时候跟我一笑游会一面之缘 嘿 你小时候认识的人可真多啊 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鼎没那么容易 实际上去 回鹅梅吧 快 快 继续 师妹 师姐 师父 这妖人是谁 咱们一定要牢记在心 好为师妹报仇 此人西人锦细 残人狠毒 定是魔教副教法王之一 轻易扶王韦一笑 没想到会在这儿出现 就文韦一笑 庆功天下无双 果然是名不虚传 愿胜无我 我一笑不敢和师父动手过招 以为奔逃 算什么英雄 我一师妹追上我一笑 没能救得继续之命便是他生了 胜负之术天下共知 难道英雄好汉是自封的吗 师父教训的是 徒儿知错了 是他 留下活口 上 程大哥 又是你认识的 世伦妹妹 我一听说你们额微派来了 满心欢喜的来找你 阿牛哥 你看那个人 长得可比你俊多了 你知不知错啊 喂 阿牛哥 我在问你话呢 你看那个人啊 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周姑娘 你不知错 我没心情跟你谈这无聊事 你们是哪一期的 此去一限辖路上还有多少埋伏 紫山龙王是不是到了光明顶 回答我 今夜下来就是你 老贼你你就是砍掉我们的头 也就是从我们口中得到我们明教的行动 好 住手 喂 阿牛哥 你疯了 他们这些人 手无寸铁的 师太对他们如此残忍凶狠 实在 实在有识一代宗师的风范 邪魔歪道 人人助之 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 他们这些人 轻生重义 慷慨求损 实在 都是铁针针的好汉 哪里是什么邪魔歪道 魔教徒吸血杀人 害死我徒弟 这是你亲眼目睹 难道还不是邪魔歪道吗 那秦义福王只杀一个人 你们所杀之人 已经多过他十倍了 他用牙齿杀人 师太用剑杀人 一样都是杀人 有何善恶之分 臭小子 竟敢将我师父 腰弦相提兵的 老子 原来是真人不露相啊 这几天 我竟然没看出来 你有一身的绝世武功了 让我救救他们 认一认 多谢小侠仗义 请问高姓大名 我姓曾 我叫阿牛 小子 你伤了我徒弟 过来 接我三剑 对不起师太 我不是您的对手 我也不想跟您动手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两方霸道 化干戈为玉帛 就凭你臭小子一句话要我霸道 每个人都是有父母妻儿的 你要是杀死了他们 他们家中的孩儿就要孤魁灵定 你受人欺辱了 师太 您是出家人 请大发慈悲吧 住口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你自负内力深厚 竟在这儿胡吹大气 好 你要是能够接住我三掌 我就放了这些人 师太 不必多说了 戒招吧 阿牛哥 一 二 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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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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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死不了的 你干吗打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骗你啊 你有一身那么厉害的武功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你没问我吗 我不管 我想打你 我想打你 我 朱儿 别胡闹了 阿牛哥 我刚才是故意打你的 你赶快趁机逃走吧 我不会走的 你为什么那么傻 你投猪脑 你走啊 不 我要是走了 你 还有他们 就都别想活了 大王 而 Electronic 你还要赠 afraid 他竟然赶紛 alt 雷 ミ rahat 陈й 李 马家 ikat Jesús 又是 哪 也会 我好像从他身上 看到了五哥的影子 师太 请出招吧 少年人虔诚似锦 我劝你少管闲事 刚才那仗 我只出了三分力气 你知道吗 在下自不量力 忍再受师太两掌 孙小侠 你英雄仗义 我们深感你的大德 余下两掌 千万不可再挨了 优优独播剧场 他强 犹他强 清风 拂山岗 他恨 犹他恨 名誉 赵大将 请增难 你要是不敢接我师父第三掌 趁早滚得远远呢 你在这里疗伤你一辈子 难道我们也要等你一辈子吗 李师姐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 也爱不了什么事 要你来谈坏人 我 小师妹只是顾念本门和师尊的威名 盼望旁人别说一句闲话 会有什么闲话好说 本门侠义之名 逸垂之百年 师尊仁义宽厚 自然不会跟这种后生晚辈一般见识 只是他狂妄自大 师父才会出手教训 但是绝对不会要他的性命 就算是他在恋伤一百年 也不会是师父的对手 现在让他多两一块伤 那也不算什么 只若姑娘说得不错 就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谁敢动她 我英里厅第一个不答应 阿牛哥 师太 晚辈已调息好了 愿舍命陪君子 再挨你一掌 这小子就这么盘兮一坐 便历时神采一意 魅力如此深厚 当真邪门啊 师太 请出招吧 我让你先出手 免得人家说 我已老妻小 既然你有自知之明 那就赶快离开 少年人有你这等骨气 也是难得 我灭绝师太手中绝不饶人 今天就破一次力了 多谢师太 那 那这些大哥们也可以走了吗 我的法名是灭绝 对妖魔邪道要灭之绝之 绝不留情 师太 灭绝这两个字是白叫的吗 既然如此 还是请前辈 法第三掌吧 那好 我成全你 灭绝师太 掌下留人 你是谁 在下姓殷 草赐野王 白眉殷王的儿子 师太 这第三掌由在下带领 你 可否 你跟这小子什么关系 要替他挨着一掌 他 我跟他素不相识 只是见他年纪轻轻 骨头倒挺烟 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人假义 孤名钓鱼之徒 所以才想替他领教一下师太的功力 小子 有人替你出头了 你要是还想活命 现在总还来得及 万辈不敢贪生妄议 听到没有 这小子不领你的琴啊 你决定要挨灭绝师太的第三掌 我答应的是我一定要做到 好 你决定要挨灭绝师太的第三掌 你决定要挨灭绝师太的第三掌 决定要挨灭绝师太 你最好言而有信 否则我叫你们峨眉派人 死无葬身之地 现身 快来扨幻 原来天鹰教早有埋伏 灭绝师太 请吧 小子 就愿你命苦了 多谢前辈 掌下有请 师父 走 好 使食物者为俊主 那阶师太不愧为当事高人 印度侠要留下 不错 好 告辞 撤 安妞哥 我们快走 等一会儿 前辈元首大德 晚辈绝不敢忘 因为你帮明教 我才帮你 谁也不欠谁 我 阿黎 爹 你好啊 朱儿叫舅舅爹 朱儿是我的表妹 不好 朱儿她杀了二娘 累死了自己母亲 又说天天一见到 便会杀了她 怎想 小侠 常大哥 你怎么知道我进城啊 是 是你报过了名 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不重要 我们不方便在这儿 就先走了 相处之情 永迹在心 告辞 阿黎 爹 你 你 闭嘴 你还好意思叫我一声爹 看看您的德行 没出息的东西 就跟你娘一样 变什么千株万毒手 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不提我娘也就算了 你既然要是我娘 我倒会问你了 我娘好好的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娶二娘 放眼天下 哪个男人没有三七四季 这算什么 你胡说 明明是给自己的花心找理由找借口 臭丫头 用你数了我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让你打我了 你烦了 你对我都用这种态度 难怪会对你二娘下毒手 谁叫她欺负我娘了 她是罪有应得 别一遍你跟着金花婆婆 就不把天鹰叫放在眼里 哼 死丫头 你忤逆不孝 今日纵然有天大的理由 也难逃家法 来人 把她带走 三小姐得罪了 等等 殷前辈 你想对猪儿怎么样 这丫头是我亲生逆女 她类似母亲 害似树母 如此禽兽不如之人 怎能流于世间 殷前辈听我一言 当时猪儿年幼 眼见母亲受人欺辱 才一时不愤做错了事 还见前辈念在父女之情 从轻责罚 这是我殷家的家务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度管 我不是外人的 你说什么 小姐 我不跟你走 还敢还手 不能啊 不能 小子 你不要自不量力 朱儿对我有照顾之情 我明知道她落入你手 会心命不保 我实在不能 啰嗦 老公哥 小子 你想我手下留情 再来可就不客气了 带走 阿牛哥 等等 前辈 朱儿 可是你的亲生女孩 小的时候 你曾经抱抱她亲过的 骨肉亲戚 血奴于水 你就饶了她 阿牛哥 阿牛哥 你快走吧 你别理我了 你是打不过她的 阿牛 阿牛哥 你走啊 阿牛哥 你赶快走吧 你别理我 你打不过我爹爹的 你走啊 阿牛哥 你走啊 我答应过她 我答应过她 要让她平安喜乐 不论什么人欺负她 我 阿牛哥 我都会保护她 阿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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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汉 大丈夫 你必须养儿游戏 阿牛哥 阿牛哥 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的 阿牛哥 阿牛哥 尹前辈 请你放了住 你真是会胡锦门缠 阿牛哥 你走啊 我绝不会客气了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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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要杀了她 不如让我捕一捕 阿牛 阿牛 明前辈 这亲义父王亲功虽好 奈力未必够 咱们跟他死缠到底 我接近平生之力 追至此处都会喘气 而你小子 爱得灭绝时态三掌在先 又吃了我两拳再厚 居然脸不红气不喘 很行吗 是吗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 你师父是谁 奇怪 每个人都喜欢问我师父是谁 可我真的没师父 胡说 没师父 怎么会有一身武功呢 是我自己练的 殷前辈还是关心珠儿吗 没有 不然 你怎么会追轻易服王韦夷孝呢 因为 因为韦夷孝在我眼底下劫走人 传出去 那我阴夜王在江湖上 岂不落人笑柄 所以你怎么解释了 我听音叫有警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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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音叫有警 主人落入我一笑手中 倘若给他吸气血来 那还有命在吗 我一笑休息 我不休息 他睡觉 我不睡觉 我就不信追不上他 白堂主 你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杀我天鹰叫弟子 我们是正气帮的 正气帮 我阴夜王行走江湖数十载 真的从没听说过武林有这么个帮派 天帝有正气 凡是有正义感的 绝不容许魔教在这天帝之间存活的 杀我教主 怎么 你自愿带领你 不认为一个受伤的人就能打赢了我们 你想怎样 元明神正 你只有几天可活了 速速回光明顶 说不定杨霄能救你一力 忠告你一句 叫名教器械投降 否则我正义之势将踏平光明顶 清元拼得只剩一兵一俗 也绝不想自命正义之势低头 走 少教主 尹明 你为什么放他们走啊 杨霄若真能救尹野王 必定会耗尽真力 这对我们公上光明顶 可以有不少帮助 再则可极此积极名教斗志 这六大门派到时讨不了好 左收鱼利的 就是我大元朝廷 各位前来一县侠共商一举 老尼在哪里 再次先行感谢 师太严重了 是 师太严重了 平妖除魔 我华山派自当义不容辞 师太朕必高呼 我空同派岂有不响应之理啊 道你再次感谢 好 我不知各位是否听闻 魔教四王 紫白金青他们也到了光明顶 各位 紫山龙王 白梅英王 金毛师王轻易服王 这魔教四王武功深不可测 他们若去了光明顶 那又如何 我们今天六大门派 围攻光明顶 志在必胜 就算是魔教要挟会合 又有何惧啊 顶多是一场苦战嘛 各位 既然来到一县侠会合 我劝各位 要有绝死之心 绝不要有侥幸之意啊 心生畏惧便自乱阵脚 场面话我也不用说了 等少林派一到我们就 阿弥陀佛 原真大事 师太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碧派方丈要我先行一步赶到 知会各位一生 我们少林派明天就可以赶到 好好好 我们正在研讨 威攻光明顶之事 名教总坛光明顶已有数百年之久 凭借着七殿十三封为天险 是有金城阳池之故 易守难攻啊 大师似乎了解名教地形 赶元真大师这么说 我们根本就上不了光明顶 是啊 要硬攻就白白送死 各位切莫急躁 就算是铜墙铁壁 他也有不攻自破的死角啊 师太 老生这里有一份光明顶的草毒 我们仔细加以研究 也许可以找到 攻破光明顶的弱点 李家主 天银堂无疑人幸免 但不见堂主阴眼亡 看得出是谁的手法吗 朱下愚昧 暴离堂主前面发现线索 什么线索 发现有脚印 少教主 想不到玄冰身上 果然与众不同 我已是尽全身内力 可无法抵挡 寒毒攻心 少教主 我 拜鬼神 拜托了 如果我有个万一 教徒弟 别忘了为我 为我报仇 不会的 不会的 少教主 你不会有事的 还有一件事 你 你要帮我 找到阿黎 一定要找到 李 姚聂呢 他们全都跑了 我中了玄冰神掌 贺比翁 陆仗客 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小姐 昨天说菜太咸了 所以 所以你今天就不放银 故意整我是不是 我 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我 不啊 不要老找小赵的麻烦 不是我要找他麻烦 是他自己 行为总是怪怪的 找他总找不到 为什么又不说 有时候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峨眉派派来的奸行 我 我 我瞎猜的 不过 想起来挺奇怪的 自从我们救了他回来之后呢 灭绝着老贼尼 就联合了五大门派来围攻我们 老爷 我和峨眉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可以发誓赌咒 就算有关系 带着脚练也没作用了 下去吧 是 爹 爹 你怎么了 我心里不踏实 总觉得有股不祥之招 是 是 他 叶王啊 以为父目前的功力 也只能暂时压住毒气 谢谢爹 阿骊呢 在疗伤之际 从你口中断断续续 他叫阿骊 你是否遇到他了 还是伤到他了 或者是 没有 爹 真的没有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知道阿骊的事情是你的错 但我从来没有过问过 可是毕竟你是我的儿子 他是我的孙女 爹 您既然不过问 就不要再替阿骊了 好 但是 我只想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恨他 叶王 其实 我也说不上来 你只有哪个人 只能让他生涯 揍让他 一切才建设 在那里 来 哪里 是 好像凭空消失了 毕竟还是轻骨肉啊 血脉相连 阿骊人呢 被秦义父王韦义孝节走了 什么 坏了 为父王以西人血著称 阿骊落在他的手上 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你 我 你是谁啊 我是谁啊 你什么时候跟着我的 我什么时候跟着你的 你不知道才问你吗 你不知道才问我呀 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我奇怪 你 我 我懒得理你 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对我没有恶意对不对 你能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 真要对我不利 真要对我不利早就可以动手了 你是出家人 法号怎么称呼啊 说不得 为什么说不得啊 说不得就是说不得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叫曾阿牛 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追轻易父王 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从轻易父王的手中 救一个叫猪儿的女娃儿 你怎么知道的 你除了会说你怎么知道 这句话你还会说什么呢 你干嘛跑 我不想跟你瞎扯 天就要黑了 我追不上我一笑 猪儿肯定没命了 可惜可惜 可惜真可惜啊 你连说三个可惜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少年 有肝胆 有血型 着实不错 只可惜 转眼便是一具 给吸干了鲜血的僵尸啊 想通了是不是 就算你追上了韦一笑 你能打得赢他吗 能救得了猪儿吗 到头来 还不是白白地赔上自己的性命而已 大师 您的意思是要帮我吗 我可没这么说 唯一笑是我的朋友 再说我也打不过他 你也是名叫忠理 名叫五散人之一 不带和尚 说不得 小子 我跟你说 唯一笑打心里就不想吸引人血 他是逼不得已 哎 吸人血哪有逼不得已的 是真的 哎 也可怜 唯一笑为了练寒冰棉掌 练功练得走火入魔 所以每次激引内力 就必须吸一次人血 否则就全神寒战 力时动死 那是三一脉络受损了吗 咦 你怎么知道 糟糕 等等 唯一笑奔跑了这么久 一定经营了不少内力 你说他会不会 逼不得已吸珠儿的血呢 据我所知 唯一笑每次打起寒战来 血液迎结成兵 那个时候啊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会 不行啊 爆端了 小子 我的乾坤仪器袋 死不破扯不烂 你不要白白气力 你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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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